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杀了李宗盛 你只要殺死李宗盛 到時候就沒人找到五大高手 參加金印大戰 那個時候 金銀材伯榮華富貴 你想要甚麼都不是問題 金銀材伯榮華富貴 在我賴藥而眼中如同奮土 好, 還是這樣可以打動我 或者這件事可以打動你 白青書? 是一個文彩風流 學富五居的人 這裡那麼多人買書 應該有見過的 姑娘那些紅橙黃綠藍青紙的 甚麼都有 只是沒聽過甚麼白青書 謝謝 大嬸, 請問你有沒有聽過 一個叫白青書的人 沒聽過 大叔, 請問有沒有見過 一個叫白青書的人 請問有沒有一個叫白青書的人 來買酒 好嗎? 沒見過 謝謝 好, 請問我 好, 請問我 是的, 請問我 賴卿的一線針果然名不虛傳 如果不是賴卿手下留情的話 我看必有損傷 我的針雖然不是什麼神兵利器 但是要在十尺之內取人性命 都輕易舉 但是我這支青竹象 也不是虛有其表 看來大家勢肝尼敵 若然我們他日對敵的話 我看必有一場劇鬥 你們有空吧?在這裡幹什麼? 練功 你是叫我分頭找白青書 我找得這麼辛苦,你們在這裡練功? 你找了這麼久,有什麼收獲? 我找了整個梅縣 都沒人知道誰是白青書 既然她選得在這裡隱居 又怎會被人知道她叫白青書? 行不改名,助不改姓 你又不是她 你怎麼知道她不用真名呢? 白青書找到了… 我找到… 這書給我找到了 裘子,你是不是找到白青書? 去到哪裡了? 走…危險… 白青書 什麼白青書? 我醒目,我知道白青書行走了江湖 這麼多年一定有仇家 可能死了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在山盆搜,一查就查到她的墓 我沒有坐頭而已 不然我連幾副骨頭都坐回來給你看 所以你就整塊碑起來了嗎? 是呀… 那就是說,白青書死了? 那倒不一定 這樣也有假的? 你自己看清楚吧,多了一劃 白青酒? 好,金山水不是不願意煮嗎? 當然要,誰叫你好做不做才行的 人家有做,好過你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不是不做 是選擇一些應該做的事來做 那可你說,去哪裡找白青書好呢? 白青書為人民才好,又喜歡畫畫 照我看去丹青店找他 可能有消息也未必 是呀,不過我想不到 想到也沒用了 是呀,單青店剛才開店 那立刻去看看,是呀… 幾位客官去遊玩嗎? 不是呀,我們找白青書 是嗎?那祝你們好運 他這句好運好像不夠誠意 真有趣 每一次看白青書 菸老闆都哭了臉 你也相當留意菸老闆 有人想打菸老闆主意 我們這麼多人上路太招搖了 不如你們先上路,我… 夠了,死性不改 那又別這麼說他 可能賴兄真的有辦法 在菸老闆口中 知道白青書的消息也未定吧 我們走吧 我先沖茶 客官,想點菜嗎? 點你老闆娘平時最喜歡吃的菜 你怎麼會吃的菜 如果我知道他的喜好 那就更加好了 我很難做的 那難不難做? 賴公子,怎麼這麼破廢? 若然有事想知道 不如直接問我吧 讓我可以賺點錢也好 我去做事 如果煙老闆不介意坦白相告的話 銀行就不怕被你殺了 煙老闆,沒生意 你知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們兩個幹什麼? 這麼沒生意就拿來收錢 幹什麼?怎麼樣?想做教授嗎? 兩位大爺 這位客官在外地而來不懂得規矩 千萬不要見怪 煙老闆,這種流羅最喜歡欺凌婦孕 不足為據 你怎麼做?我們不會這樣算的 不用謝我 我真多虧你不少 你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露劍不平拔刀相助 幫你打走兩個無賴 虧你還好意思說 我已經夜來做生意 從來沒得罪過人 我這次真的被你累死了 放心,有我賴若兒在這裡 他們不敢找你麻煩的 這間是客棧,你是客人 你覺得自己會留在這裡多久? 那就看煙老闆想我留多久了 你仔細想想 有沒有一個叫白青書的人來買個畫呢? 他既然來梅園隱居 就是不想讓人知道他是白青書 你容忍阿佬吧 你究竟是打探消息還是看畫呢? 兩天都是 有什麼發現? 白青書 有沒有眼花? 明明是那幅山水畫的人形 都沒有過何來白青書 我說畫這幅單青的人 可能是白青書 這幅畫無名無姓 你憑什麼畫是他畫的? 畫功 畫功? 你們看看 這幅畫看似輕柔無物 實質剛勁有力 而且還暗藏青城派的劍法玄機 老蟲迎客, 黑蟲難露, 蟲熱紛飛 劍法和畫功混為一體 高手所為 就算是高手所畫, 亦不代表白青書 那你有沒有見過白青書畫的畫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畫風 白青書通常都是山水畫為題材 不足細緻, 而且不問四時 經常都是在同一幅畫裡面 見到圖行、芙蓉和蓮花 神為主, 形為翅 是呀, 這幅畫有桃花又有蓮花 兩種花都不適合遲鈴 作畫的東西可以抄襲的 也不可以肯定的 老闆, 你知不知道這幅畫是甚麼人畫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畫每次都是由小朋友拿來寄賣的 買出去才是來收銀仰 試問我怎麼會知道是誰畫的呢 買了這幅畫就行了 老闆說只要買出這幅畫 那小孩到時又會來收錢 我們就有機會知道白青書的下落 你這拋酸藝肉無如就不錯 但是這樣就只是手指代吐 亡端打掛, 等到甚麼時候呢 只要有機會找到白青書 就算等十天十夜, 也要等 有人出嫁, 新娘娘不靈 為甚麼嫁女兒的人都會這麼不開心呢 對呀, 那些人怎麼走不走呢 你們我哪不知道了 近這半年來我們無意不知道走甚麼壞運 每逢親娘出嫁而已 一經過紅河谷 那新娘娘突然不見了 聽說是山妖抓了她 山妖? 是呀, 這次村長的女兒嫁過隔離縣 紅河谷就是碧京之路 說是找了幾個會員打授 不過都是宋衙入虎口頭 那村民不是說得像是層層 難道真的有山妖嗎 世上哪有山妖, 我們沒有分心 不然小孩來了, 我們就看不見了 你們在這裡等著, 我就走開一陣 你去哪兒了 爹, 我們已經到了紅河谷了 沒事的, 沒事的 我要再給大批人馬 放車, 姐姐跟她逐了個風 一定不會有事的 爹, 怎麼這麼大煙呢 爹, 怎麼這麼大煙呢 爹, 怎麼這麼大煙呢 沒事的, 濕氣重的 你先回到橋上去吧 大家小心, 保護新娘 是 是 是 女兒… 新娘不見了 快點了… 我女兒不見了, 我女兒去了哪裡… 我女兒去了 不是吧, 我女兒去了 前後, 有人了 想的, 死了 你吧, 死了 是否有山蕉, 是就跟他同歸於盡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奇怪 難道另有內情? 你看, 周圍的環境懸孔無權 這個人的輕功一定很厲害 絕對不是山蕉這麼簡單 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就不會老見文女的 你也有幾個毅力, 下雨還在等嗎? 我不像你們 我不會不負責任, 唇口開河 無論如何, 我也要等到小孩出現為止 你餓不餓? 我餓不餓 你不吃東西在等也不是辦法 我去買點東西給你吃, 拿著 大爺, 是不是買饅頭? 我們的饅頭很漂亮 不過饅頭好像不太熱 不好意思, 大爺, 我家很窮 我娘又病了 我要省點柴火錢給她醫病 不過這樣, 大爺 我們的饅頭又大又漂亮 最多給你便宜 不用, 給我兩個吧 謝謝, 大爺 饅頭 饅頭 是冷的? 剛剛那個位姑娘說 說甚麼 你當然覺得看人家漂亮 人家給甚麼你都要的 那你吃不吃 是 她幹甚麼 那天都快暗了, 當然要收舖 這麼早收舖? 他不收舖, 你怎麼捨得走? 走吧, 明天再來吧 不妨你們打情話招 老婆, 你也對得起我 我想你誤會了 什麼會?我又不是你誰 你有什麼資格誤會? 無聊 對了, 白清書這件事進展得怎麼樣 初步有點眉目 不過還是等時機成熟再告訴你 看來你對煙老闆越來越有興趣 是不是已經有什麼新進展? 我對他初的時候都有興趣 不過還是等時機成熟才告訴你 都說不行 大師, 你不是當把租房子都交久了 快點吧 不行, 我們幫不了你 我們都是過客 找到人, 你就馬上走一晚半晚 你要我們給幾百兩銀 住一年也住不完 什麼事?救死 對了, 你回來對了 他說要打救燕老闆 給我們籌幾百兩銀 為什麼要救燕老闆? 一天都是你, 今早趕走兩個惡霸 現在他抓了燕老闆去 要五百兩熟身 那就是老人勒索 豈有此理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做這麼無賴的事 我可以加五歲 解鈴還需是靈人 這些小問題, 賴兄應付得來的 加油… 拿出你屬身, 早點說吧 這邊請 開來 開來 雙天自尊 不是這麼邪門 雙天自尊你也能開賭嗎? 我剛才輸了這麼多銀 讓我贏一銀拿個菜也行吧 最多這銀不收你的錢 現在口債口還嗎?拿錢才說吧 錢來了… 賴公子, 這是你嗎? 你怎麼會在這裡賭錢? 在賭方當然是賭錢 難道是受賭嗎? 不過我今天的手氣差了一點 煙老闆真是比我想像中厲害 賴公子, 你過獎了 我煙夜來只是一介婦孕 打開門做生意也要看人家臉色 誰知道賴公子你們做事 我行我素 不用養人被吃 所以你特地輸錢給他們 免得日後他們找你麻煩 而且婚後也不用自己出 這樣還不厲害? 要生存 始終也要有一兩招伎倆 但我不太明白 為何你這麼肯定 我一定會拿銀兩來救你 打開門做生意, 越人無數 看人總會有點心得 像賴公子你這種好管閒事 自作聰明的人 又怎會袖手旁觀, 不挺身而出 有趣…我就是喜歡你這麼牙尖咀利 無論如何 這次要賴公子你破肺出手相助 謝謝世王 不用謝謝 我一向最喜歡花錢在女人身上 更何況居居五百兩 就能討多煙老闆歡心 何樂而不為? 自作聰明, 自我陶醉, 自我安慰 賴公子你這個人挺自我 煙老闆, 今晚的菜這麼豐富 請幾位客官吃飯, 又如何開寒酸 總之大家多吃一點 千萬不要跟我客氣 真是謝謝你, 煙老闆 那又不用謝謝我 要謝謝的就謝謝賴公子 我先進去拿點飯出來 這次煙老闆可以平安無時回來 多虧冷卻出手相助 不過這一頓 五百兩元就似乎闊了一點 可以搏紅瀾一笑 花多少錢有甚麼所謂 要不要這麼不給面子 是不是今天下雨感染到風寒 你還好說, 不然你偷懶走出去 我用自己一口鎖魚 我也是追查山妖的事 所以才走開一下 那你查到甚麼 我去到紅河谷的時候 突然間掛起大風 然後頂竅就吹進草叢 然後就不見了新娘 新娘子真的不見了? 難道真是山妖捉走新娘 哪有這麼多山妖 我懷疑有人在後面搞鬼 而且這個人的武功還一定很高強 我勸你們都是無為這麼多事 煙老闆, 為甚麼這麼說? 難道你知道的事嗎? 我並不是知道甚麼 不過自從山妖在梅園出現之後 新娘就一個一個失蹤 有得人心無光 總之山妖萬萬不能得罪 若然激怒了她的話 一定後患無窮 看來煙老闆對山妖的事 真是深信不疑 不到我們不信 幾位只不過是沒見過山妖的厲害 光是積蓄新娘的山妖 會有多厲害? 煙老闆你不是擔心做不成新娘子吧 我為人最怕凡文欲折 煙老闆不介意的話 我會替你不拜唐誠親的 只要我討人便宜, 無藥可救 老婆就在撲燥嗎? 那我只討你便宜 縮手, 無賴 葉姑娘… 葉姑娘 大兄, 葉姑娘沒甚麼大礙 她只是水肚不負 加上感染風寒外邪入體 再燒雲低 一定是今天下雨, 臨親 有神醫在這兒, 別怕 放心吧, 她這麼硬頸, 像一隻蠻牛 吃都睡一覺沒事了 既然如此, 我們才去收藥 煙老闆, 麻煩你照顧葉姑娘 怎麼樣?是不是發覺 原來我這麼博學多才, 開始改觀了 我只不過是覺得好奇 想不到神醫也可以這麼厚沒遮難 我反而對神醫有點改觀就真的 坦白說, 我除了懂醫病之外 醫療人心更厲害 尤其是寂寞她心理想想試試 不用客氣了, 我一看到那些狂妄自大 輕挑浮躁的人, 我就會覺得很討厭 是死靜, 很可愛 又來了 出來吧 公子, 我們又見面了 福王, 我們不是說好了 非必要也不要見面 以免打草驚蛇嗎? 沒錯 我已經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來同事你入山 你真的找到變作神醫失傳了的無忌基 為什麼只有一半? 你不是認為沒殺死李貝爾之前 我會把妹醫輸給殺你嗎? 我答應得你, 自然會遵守承諾 你不是怕我反口嗎? 如果你殺到李貝爾的 妹醫輸早是你的 無遂急了一時 我最討厭人家要脅我 你要記住 是你們黑道來求我 不是我要你們施捨 無論如何 我想你要速戰速決 免得夜長夢多 總之什麼時候殺 怎麼殺我自有主義 不用你教我 那就最好了 不過不要說我不提醒你 白道裡面也有我們的人 如果有什麼異動 我都一清二徒 所以不要打算灑什麼花樣 你儘管放長雙眼 看看我有沒有灑花樣 好 你剛才康復, 等我看著就行了 你回去休息一下 不用了, 我很精神 免得有人八卦走了 或者看見漂亮的姑娘看得兩眼 到時那個小孩來了 我又錯失了, 我就前功盡廢 我寧願自己辛苦一點 郭老闆來了 是他了 小孩, 告訴我白青書在哪兒 誰的白青書 叫你拿挖來買那個呢 姑娘, 我想你誤會了 他並不是拿挖來那個小孩 那為甚麼你會給他錢 我是來收保護費的 保護費? 其實因為那個惡霸不想出面 那就叫個小孩來收保護費 豈有此理, 連小孩也不放過 你也是的, 為甚麼又輸不讀 幫媽媽孫人做事呢 我知道了, 是不是他們逼你 你不用擔心, 照直說, 我幫你出頭 好, 他用甚麼逼你 我…我很餓 你吃飯 來吧, 慢慢吃 因為所有的菜都是做給你吃的 不用急的, 知道嗎 你看著我幹甚麼呢 你說如果不知道 確實以為你們倆是兩母子 你不覺得小生很慘嗎 他被人利用 我沒有被人利用的 你不是被逼要收保護費嗎 當然不是, 是我玩排狗輸了錢 跟他們做事頂分數而已 你小時候玩排狗? 是呀, 不過我最擅長還是玩飯 教你吧 你娘不要告訴你 賭錢是不對好壞的嗎 怎麼壞都不夠壞的 他也不聽歌 不如你送銀兩更實際 你哪位有這麼多事 他是我兒子 你兒子? 聽到沒有? 真的看不出堅老闆這麼年輕 竟然有這麼大的兒子 我現在明白了 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子 難怪你喜歡玩排狗 奶公子如果不介意 但可以找我兒子陪你聽歌 看來這次有人死心了 那又死不完 我不是娘親生 她是我過了身的上公樓下 不過爹也不在很久了 所以客觀你如果討好我娘的話 未必沒有希望 弟弟, 有前途 我就是喜歡你這種性格 小先生, 如果你再這麼厚無知可難 我要你回家陪媽媽的 我不回了, 媽媽那麼兇 我留下來最多不說話 你連惡霸也不怕 媽媽, 又會怕你媽媽嗎? 很可憐… 煙老闆, 你真是救救我的孫女 什麼事?追婆婆 之前村長的女兒 不是被山妖捉了嗎? 道士說要做一場法事 他說要在村長找一個女孩獻給山妖 以後也不會有長生娘的事 誰知不幸, 選中了我的小桃 沒有, 他們說要扔到河裡獻給山妖 怎麼會弄成這樣 怎麼可以隨便抓人去送死 那不是因為上士妖言惑眾嗎 救命要緊, 走吧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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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 救命呀 她不是那天賣饅頭給我那位姑娘嗎 豈有此理 你們幹什麼? 法壇重地不得亂闖 我的孫女是無辜的 我求你不要把她祭山妖 你們會出去放開小桃姑娘 大膽, 在這裡做法事 你們在搗亂生事蝕毒神靈? 你們在濫殺無辜才是蝕毒神靈 不用多說, 他們不放的, 我們搶 別這麼衝動 我們無謂發生什麼事 都不到你這種惡人理 是呀, 走呀, 走呀 我不是惡人, 快走呀 那有資格, 那句公道說話吧 煙老闆, 你不是想做嫁娘吧 村長, 你真的認為 這樣犧牲小桃是值得嗎 道長說, 只要把弟弟獻給山妖 山妖平消了憤怒之後 我們全村人都得到安寧 他有多平安犧牲人的性命 你們想得多周到 村長, 你也曾經常過失去女兒之途 難道你真是忍心 見到催婆婆沒有出過孫女? 就因為我痛失女兒 我不想這筆行事再次發生 其實如果大家暫時不作嫁娶 生妖就不會再有機會再捉新娘 暫時?那是暫時何時? 沒有人嫁娶, 這樣豈不是不可以開枝散業 這件事無論如何也有假決 是呀, 見到你會有假決 是呀… 你也聽到了, 這是村民的意願 祭祀絕對不能停 吉時已到, 是時候獻祭女了 救命呀, 婆婆 小桃 不要 走… 去 快… 救命呀, 救命呀… 誰都不可以亂來 有我在, 沒人可以在我越來客棧 抓走我的人 煙老闆, 你不是想包庇那幫人嗎 來得我這裡投棧就是我的人 我有責任保護他們 好, 既然煙老闆要羽民為敵的話 我也不需要給你面子 讓我拆掉那間客棧去 是… 慢著 村長, 又是被絕絕逼人 煙老闆是我們朋友 你圍爛他真的跟我們作對 廢話少說, 嫁回你出來 沒錯, 如果激怒了山妖 莫說你們不行 連我們整個會員都祝福萬和 後患無窮 是呀 我求死也叫順口開河 你的臭道書的口道比我 山妖…你見過山妖嗎 大師, 你是拜佛的 你見過如來佛了沒有 是呀 總之要降伏山妖 還是必要獻出祭女 你千百年來也是這樣做的 是嗎 是呀 那道長是否可以肯定 只要獻出祭女 這村子就不會再有生意為和呢 以憑他的功力 當然可以推算 既然道長的道行這麼高深 不知道可否算得到 這個袋子裡放著的是什麼 放在這裡的 都是不等小的東西 不就最多是爛銅爛的 是嗎 現在是午時熟火 火黑金而生土 陰陽互製 算得一個掛像是四陽熬兩陰熬 即是中夫 意思是村民用豚肉或魚 用來製粉 放在袋子裡的應該是豬肉或魚 但是袋子是乾身 所以裝著的應該是一條 醃製的鹹魚 道長連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都不能夠用五行術數推斷出來 更何況是山妖 你… 村長, 既然沒有人能夠擔保 祭祀之後可以收復山妖 又何必要小途白白犧牲 況且由始至終 根本沒有人親眼見過山妖 混帳 我親眼見到那個女兒 失蹤得無影無蹤 如果不是山妖的是什麼 是呀… 應該是一個人 而且還有一個武功高強的人 你無憑無居, 我憑什麼信你 那給我兩天時間 兩天之內, 我一定會給你一個答案 尊長, 這是唯一的方法 好, 我就給你兩天時間 如果到時抓不到山妖的話 你就要交出兒女, 不要插手這件事 我們走 走… 李大俠, 我不能讓我孫女有事 李大俠, 求你救我 起來 放心, 我不會讓你有事 幫人固然是好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件很重要的笑話 我當然記得 那你還正說收支 我懷疑山妖就是畫青書 那到底怎麼樣 是呀, 一幅丹青和山妖有什麼關係 你們覺不覺得這幅畫的風景很熟臉 是紅河谷? 紅河谷? 白青書之所以畫得出紅河谷的風景 我懷疑他很可能是隱居在這裡 但是白大俠一向正派中人 為什麼要扮山妖強搶新娘子呢? 不知道 不過只要找到所謂的山妖 就自然會水落成巡 看來這件事, 你事在必行 那我勸你們還是想清楚 對方是人還是妖都不知道 若然惹惹了他 我怕你們會招架不住 煙老闆, 你現在是擔心我們 還是取笑我們? 我只是不想你們作無謂的犧牲 煙老闆, 你放心吧 有這麼多人聯手對付 一定沒事的 要說的我已經說了 總之, 你們自己好自為自 山妖, 可能真是凡情書 沒錯, 我想李寶姨一天找不到山妖 揭穿他真面目也不會罷休 你打算怎麼做? 將計就計, 幫李寶姨找百姓書 然後一石二年 好是好 不過萬一你們兩個聯起手想來 你再想殺李寶姨就難上加難 我想這就是快點行動 一有機會再殺李寶姨 不要妥協 我不是說過 甚麼時候落手自有分數 我最討厭被人指指點點 我是怕賴神醫你等不及 不要忘了 還有半本醫書在我手上 你以為我想得到的東西 我會輕易放過嗎 你準備下次把這本醫書交給我好過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放下東西, 為甚麼你還不走 你不如收手吧 別再捉了無辜的新娘子, 好嗎 我說過, 你除了送食物來 就甚麼都不要管 為甚麼你要這麼多事 DK成為終此知識 DK成, 我不想你有事 你貝爾和賴如兒他們要對付你 找不到你, 他們不會罷休 以為他們是一個上士和大夫 就可以對付我了 他們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好, 那我要他們知道我厲害 浸完溫泉, 整個人都鬆了 李大俠你們這幾天又要找人 又要抓山妖 當然是操勞過度 對了, 不知道你們想到辦法 怎麼對付山妖味呢 李大俠, 煙老闆很興趣 不如你幫我鬆一下筋骨 讓我慢慢告訴你 但是公子, 你骨頭這麼硬 只怕我服侍不來 不妨兩位了, 失陪 你想到對付山妖的方法了嗎 還沒有, 但是我猜你應該想到 不是怎麼可以這麼輕鬆來總溫泉 山妖的目標是出嫁新娘 我們是否應該將計就計 你想找人辦出嫁, 引蛇出毒 只要可以引出山妖出來 白青書的謎自然就會解開 萬一你們兩個聯起手想來 你再想殺李寶依, 就難上加拿 我想這就是快點行動 天有機會再殺李寶依 想要想到全身上 連蜘蛛在頭上都不知道 你想要怎麼害人, 你信不信 你信嗎 那不如留點精神 想想如何救人好 煙老闆, 要你幫我整妝, 勞煩了 坦白說, 如果這次你真的出嫁 我會看你開心 但你這次冒險只舉引個山腰出來 我真的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 李寶儀會沿途胡送, 不會有事的 你不怕真的被那個山腰捉了嗎 不怕, 我最怕他不出現 但你不怕那個山腰會對你不利嗎 你不想留一條命 等到真的披薦衣出嫁那天嗎 難道你心裡一個意中人也沒有 有的, 只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他不知道我是喜歡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想 說起來, 我也有點想念他 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呢 你別傻了, 你是為自己的幸福著想的 如果你不想冒險的 現在還要來得及嗎 不可以的, 飛如山莊的人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就算有多危險, 我也不怕 煙老闆, 我知道你關心我 總之今次大難不死的話呢 他日我出嫁, 你再替我整莊吧 一言為定 李大俠, 村長, 按照我們之前所說 當平時送假就行了 你們是不是真的會捉到山妖的 放心吧, 我們會盡力的 時候不早了, 要起程了 卿姑娘, 萬事要小心 起轎 快點, 更快點 決特別大問題 才會被警告 晚安 等於消息 風險 被警告 你的警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沒事吧? 打成這樣, 你說有沒有事? 沒有被山妖抓了就算你運氣 你們兩個留在這裡 走 啊 想陪你走 讓你牽著我手 即使我想 但是也沒言效 跟著你走 度過春夏雨秋 彷彿我心被你看透 留你對白沒有 我像木偶說不出口 那為愛到永久 長夜花造白酒 我也權透別要走 請觸緊我手 看著你 靠近你 黑暗中 嘴巴興奮不上的擁有 如約積著馬 忍著心 這氣氛 習慣這一萬的質感 留心 在你身邊求求你